今天咱们讲讲沈阳凶宅的故事 心理者真实讲述那种 什么是凶宅 凶宅就是有过横死人的房子 自杀 凶杀 情杀 意外死亡 反正只要不是寿终正寝的都算凶宅 好多人以为凶宅离自己很远 其实不远 我查了查资料 仅北京登记的凶宅就有三千多套 香港也有三千多套 况且更多还没有登记 所以从全国范围来看 凶宅是一个特别大的数量 那么关于这些凶宅 政府有什么措施吗 比如凶宅必须要上报备案到房产局 买卖时会有一个提醒 都没有 因为咱们国家的国情嘛 大家懂得是不相信这种凶的 所以目前关于凶宅的约束还是比较单薄的 就是房主委托房产中借卖方式 要和中介签一个协议 协议中有一条关于重大瑕疵的条款是说这个的 产权人确认交易房屋在本人持有期间没发生过自杀 他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条款存在一个特别大的漏洞 那就是在本人持有期间这几个字 换句话说 只要不是在本人持有期间发生的死亡事件就不算凶宅了 那么这里就有漏洞可以钻了 你把凶宅随便转给一个亲属 然后由他卖出去就好了 因为他持有期间并没有发生过死亡事件 所以这个条款就不怕了 你看 凶宅喜成吉宅多简单 也就是交点交易税而已 不过大部分人连这个税都省了 因为中介压根不会去查你的房有没有问题 除非你自己主动坦白 否则他们就默认没有 而且房东的违约成本实在太低了 低到没有 大家在网上搜一下 就会发现好多这种案例 傻小二低价简陋 买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 价钱低 精装修 房价低 傻小二乐呵呵过去装修 进进出出 天制家具 邀五贺六 张灯结彩 自认为是人生赢家 楼底下六孙子的老太太招呼他 那个傻二啊 你要不是装修婚房啊 我都不愿意告诉你 你这房子 买储了 这房子死过人 二子当时就猛逼了 先去找中介 中介一脸无辜 哥 咱们都是受害者 二子去找房东 房东说 你有证据吗 你兜兜转转跑了八百圈 好话说尽 终于去派出所调了记录 拿了证明 结果房东根本不理你 让你尽管去告 皱一皱眉毛 算他输 这他娘的咋办 打官司吧 你找律师咨询了一下 发现这个官司不好搞啊 你还不能用凶宅的名义告 那种叫搞封建迷信 法院不支持 只能告中介和房东欺诈 就是违背了重大瑕疵那一条 没有诚信告知这房子死过人 那么能告赢吗 也不好说 而且告赢了 也就是房东退款 中介退中介费 好像没啥精神损失费啥的 所以啊 在这个年代 凶宅房不胜房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昨天我在沈阳看房时 就看到了一个凶宅 沈阳是一个挺好的城市 消费很低 生活便利 凌晨三点还有烧烤外卖 关键房价还很低 所以我决定在这里买套房 偶尔来住住 冬天堆雪人 春天吃草莓 在沈阳看了一些楼盘后 我的傻乎乎的助理小和 看着也挺好 也想买一套 因为这里是大学城 面馆的老板娘 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大兄弟 只要你在这里整套房 我一闭眼 就能给你整个女朋友 于是他就觉得 人生终极梦想 就在这里了 火机火辽找了房产中介 告诉他 自己要买房了 要求是三居 要挨着地铁口 好学区 最好还是精装修 中介小哥连连点头 没问题低哥 那你预算多少呢 小和自信地 比了一个七的手势 中介小哥说 嗯嗯 七十万应该问题不大 可以多看看 小和摇摇头 露出了秘枝自信 你错了 不是七十万 中介小哥一脸惊喜 哥莫非是七百万 那能买一层了 小和说是七万 他补充了一句 是首付七万 全款能有二十万的 你看 这就是典型的年轻人啊 就是挣了三十块钱 却想要三千的待遇 我刚想批评他 说就是因为他这种不着调的态度 我们的祈福日历发货 才出了那么多问题 快递费超之百分之三百七 不过中介小哥却两眼放光 一拍大腿说哥 咱们还真有一个房子 特别符合这个要求 小和自己都惊了 这还真有 中介一拍胸脯 只要哥要那必须有 然后他带我们去了旁边 某个比较新的小区 小区是江南风格 还修了一个亭子 看着挺不错的 房子在八楼 楼层也很好 门外还隐喻能看到 被撕掉的喜字 是典型的昏房 中介小哥先敲了三次门 又反复问了几句 有人吗 有人吗 我要进来了哈 然后进去了一下 又很快退出来了 他回头跟我们说 刚才看见里面有个人影 以为有人呢 我们笑笑 跟着他进去了 进去看看 房子装修得很好 石墓地板 精装吊顶 门窗都是全新的 我仔细看了看 有个冰箱还没拆封呢 堆在墙角 中介跟我们滔滔不绝介绍 说房主说了 这个房子所有家电都不要了 全部 白送 清哥呀 你仔细看看 都是名牌呀 嘖嘖嘖 你仔细看看 连马桶都是某某的 小和乐开了花 恨不得趴在地板上亲吻两下 觉得遇到了大善人 我眯着眼看看 觉得房子比较灰暗 开了灯看看 光线也不好 老感觉有些乌烟瘴气的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像你走进了一个老烟鬼聚集的吸烟房 烟雾缭绕的 而且迷迷糊糊的 就觉得那些烟雾都聚集在了阳台那里 我走过去 仔细看了看 阳台那里挂了一幅 领袖指点江山的江山如此多交的巨幅画 然后在几个位置放了几个花瓶 每个花瓶里面插了一个小红旗 中介在旁边介绍 说房东是个国企领导 所以挂了这些 我就笑了 对他说了一句话 吓得他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说的是 他老婆就是从这里跳楼的吧 中介先是一惊 顺口说 不是啊 说是出车祸的呀 小何才反应过来 骂道 他娘的 我说怎么那么便宜 原来这房子出过问题呀 中介有些忌讳 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拉着我们出去了 出门后 他先给我们道了个歉 说 本来想等我们看完房再说这个事情 没想到被我提前看出来了 这房子确实有点问题 要不然也不可能那么便宜嘛 我点点头 确实有问题 应该不止死了一个人吧 中介彻底惊了 问我如何看出来的 我说 我有朋友专门做这种凶宅生意的 他以前说过 凶宅也有行价 死一个跌三成 女主人自杀跌四成 死两个跌六成 你这种跌了七成的盘 还带那么多家具 家电 说明不仅女主人死了 后面肯定又死人了 胸上加胸 这种叫吃人盘 没人敢接的 他那个领袖图 还有小红旗 都是辟邪的 这个房东还是懂一些的 他不敢放符咒什么的 怕别人看出来了 卖不出去 所以弄了这些东西 想骗过去 中介才反应过来 说 还真是 房东那个操弹玩意儿 说是他老婆出车祸死了 然后把房租出去了 租给了一个女大学生 后来他失恋了 从这里跳下去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 这套房子 别卖了 也别租给单身女人 尤其是女大学生 我朋友说过 这种盘只能转给董行的人 不然还得出事 中介兴奋了 说 哥 你这个朋友 还真是董行啊 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咱们这边啥都不多 就是凶宅多 我说 他呀 恐怕出不来了 告别了中介 小和问我 如何鉴别凶宅呢 我说 大概有几个技巧吧 首先就是 房子明显低于市场价 那肯定有问题 其次看看屋子里 有没有什么震邪的东西 像驱邪的符咒之类的 尤其全都贴在某个位置 那里很可能就是命案现场 还有就是看看户主的户口本 有没有最近注销的人 这种多是不正常死亡 像咱们这个房子 明显是刚精心装修好的婚房 电器都没用多久 马上就砍掉一大半价钱卖 肯定有问题 不过嘛 我朋友教过我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进入房子的第一印象 要是觉得里面空气浑浊 光显昏暗 要么阴冷 要么闷热 总之让人很不舒服 那这种房子就是有问题 最好别买 小和很兴奋问我 你还真有专门买凶宅的朋友啊 我说 有的 前几年在苏州买房时 苏州乐园附近有一个小区 有地铁 有学区 有大型商业中心 而且价钱比其他小区整体少了一成 我觉得不对劲 就问他 他说那个小区不要碰 尤其是一楼 越便宜越不要碰 他解释了一下 说那个小区旁边是块木地 所以好多业主买了后 觉得不吉利 就简单装修一下 甚至都不装修 就做了群租房 租出去做员工宿舍了 结果不知道是风水原因 还是因为群租房的租户太年轻 那个小区跳楼的人特别多 经常半夜就往下跳人 早晨那一楼的院子里 血乎乎的 像是下了场血雨 特别血腥 他说 他后来在那里买了几套房 但是有套房 连他都不敢占 那套房租给了一个江湖人 这个江湖人 有一个拼头 是个妈妈桑 两人招了一个小姐 开了一个按摩店 就是晚上路过小巷子 里面灯光都是粉红色那种 后来江湖人就和这个小姐勾搭上了 那个小姐就想上位 窜夺江湖人把妈妈桑给撵走 结果这话正好被妈妈桑听到了 这也是个狠人 当时就下楼买了一包耗子药 包里锅汤 想毒死他们 结果江湖人喝了半碗汤 腹腾炉脚 硬是拼着最后一股气 生生给妈妈桑砍死了 连脑袋都给砍掉了 自己也死掉了 那个小姐半夜回来 喝得晕乎乎的 也没注意客厅满地鞋 她打开冰箱门找水喝 当场就下风了 因为那个江湖人用菜刀硬生生 给妈妈桑的脑袋砍下去后 竟然把脑袋给塞到了冰箱里 也不知道她当时怎么想的 反正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 打开冰箱后 看见一个血乎乎的人头 所以我这个朋友说 这个房子几乎是白送了 房东只求把房子赶紧专手 别沾这份因果在身上 但是她找人看了几次 结果高人没进五九窑洞 都没赶过去做法事 小和好奇地问 这种凶宅买了以后 真能卖出去吗 我说可以的 只要它够便宜 去年六月 南京秦淮区拍卖了一套凶宅别墅 老丈人在车库把女婿杀了 结果有不少人参与进家购买 有趣的是 同样也是这个别墅 14年15年都公开拍卖 根本没人要 那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那时候的南京房价还不够高 高房价不仅猛于虎 而且猛于鬼 小和问 那这种凶宅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说 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他 他说 其实凶宅这种没那么玄乎 他举了一个例子 你要是在房间放一个高音喇叭 成天放噪音 谁都会特别烦躁 这就是所谓的负面磁场 咱们讲的风水 尖角煞什么的 就是要想办法避开这种负面磁场 所谓这种凶宅 也就像一个负面磁场 它会干扰你的情绪 让你心情不好 容易烦躁 焦虑 暴怒 尤其是一些敏感的人 比如女大学生 在失恋时 就很容易受到这种负面磁场影响 容易做出过激的事情 所以他说 好多人买了凶宅 都是找一些年轻力壮的傍小伙子去住 住个几年 把这些负面磁场给耗掉 就没事了 千万不能租给女大学生 他特别提醒 租房子和卖房子不一样 中介不会管你是不是凶宅 所以 自己租房子时要留个心眼 要是房子看着狠心 房租又明显便宜不少 房东自己都不愿意进屋子 这种房子很可能就是凶宅 小和一脸崇拜 问我 那个高人兄在哪里 有时间拜访拜访他呀 看看能不能学几招 我说 我也好久没有见过他了 他被卷进了一件大事 估计出不来了 小和问我 什么大事 我说 前几年有一个新闻 说是上海和外省交接的小县城 有些比较偏僻的鬼盘 好多根本卖不出去 都成了烂尾楼 最后都被一些神秘客人买走了 这货人很神秘 他们出手大方 不看户型 也不看单价 只看楼层 他们会选几个特殊的楼层 然后把这几层全部买下 他们买了房后 不对外出租 也不住人 自己带工人装修 装修也比较神秘 不允许别人看 后来 有业主偷偷看了一下 吓得面如土色 说他们装修的是灵堂 里面摆放的全是骨灰盒 这个事情 后来还上了新闻 说有人买了这种房子做墓地 当年还引起了很大争议 还有人算了一笔账 发现这种理论上是可行的 比买目的划算 就是这伙人找到了我朋友 要跟他做一笔生意 因为我找个朋友 虽然做的凶宅生意 但是还比较讲良心 因为一般买凶宅的 自己根本不住 他买了后粉刷一下 就会赶紧租出去 让别人耗掉阴气 等过几年后 再偷偷卖出去 我这个朋友觉得这种不好 因为这种房子转租后 会对租房的人很不好 轻则倒霉 重则大病一场 所以他每次买到凶宅后 并不往外租 而是给凶宅做一个超度法事 给去世的人做个灵位 把灵位送到寺院 也算是了结了这段因果 那伙人找他 就是要买这些灵位 小和不明白了 他们既然做灵员 不应该让人花钱放灵位吗 为啥还要花钱买呢 我说 这个事情水很深 我那个朋友说 这帮人在好多城市 都做了这种灵园房 尤其是上海周边 好多小县城都有 像是在不一个局 这些灵园啊 目的啊 都是风水里的大忌讳 历来都是特别凶险的事情 这帮人啊 是在玩火呀 小和也好奇 那帮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我身色严肃 慢慢说了两个字 小和吃惊地看着我 张大了嘴 好久才憋出了一句 好可怕 我没说话 裹紧了大衣往前走 最好